新北市五谷茂商社区向区公所争取利用礼办经费 添购充电室吹叶机 让志工不用再浪费太多的时间与精力 就能轻松地整理社区环境 五谷茂商社区的林荫大道 两旁种植了许多树 志工每天清扫掉落下来的叶子 都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跟体力才能清扫干净 里长不忍志工辛劳向公所争取添购充电室吹叶机 使志工能够轻松打扫落叶 社区这么大要把社区环境整个立化整理好 一定需要透过现在时代的不同 我也希望说透过这个吹叶机 让我们尽速地把时效性减到最好 就是时间不用花这么多 可以把环境整理得更美丽更好 社区志工表示有了这台充电式吹叶机 在打扫社区落叶时感到相当省时省力 尤其在不易打扫的地方 只要吹一下就能变干净了 非常感谢里长的体恤 里长为了体系环保志工的辛劳 他特别申请了这台充电室的 符合环保利能的吹叶机 使环保志工节省很多人力物力 而且时间也节省很多 尤其像那个有停摩托车的地方 里面落叶很多很难少 这个就是最好的力气 也感谢我们的志工伙伴 都一路来为贸商做这么大的服务 所以我想就用我们的经费 办公室的经费可以即可下 那也感谢我们机长很快地通过了这个案子 也支持我们做这个吹叶机的购置 那我们很快速能把这个环境整理得更好 里长也感谢公所的协助利用理办费用 添购这台轻巧又兼具环保的却业绩 使志工再也不用花费时间与精力 就能轻松整理社区这一大片的环境 以上新闻记者胡雨萱在五股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